大家好,歡迎收看數學三分鐘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如何將標準式和一本式互相互相 書的做法我不講了 我覺得是一般的 所以我建議用我這個方法 很快地幫到大家去做數 舉個例子 2005年會考題 第54條是只有42%人答對的 那這條題目是怎樣呢 現在它說有這樣的圖形 這樣 碰到這兩點 AB 也碰到這點 那現在問你 那個圓的方程是怎樣 那AB的座標當然有給你了 就是 08 和02 那 很快你可以知道的原心 就是這一點 那這個就是半徑 R 那其實呢 這個高度是什麼呢 那當然你要知道這個座標 這個 Y座標先 那Y座標其實很容易的 就是8加2除2 就是5來的 8加2除2 就是5來的 OK 那這個R呢 就是5來的了 OK 那現在呢 你會知道呢 其實呢 這裡呢 因為是半徑 所以這裡是5 那這裡 這個高度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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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裡是2 那這裡是3來的了 因為整節是5 那這一節仔就是3 所以你得到 這裡是4來的 用筆試定理 5的2次 減3的2次 再開方 那所以說 這點的座標就是4 5來的 那難題就在這裡了 現在呢 ABCD呢 其實都是一般式 A呢 是X2加Y2 減8X 減10Y加16對0 如此類推呢 BCD呢 我都很快地寫出來 那你想一下 想一下 怎樣可以做 做得對這條數 你會做這條數呢 其實呢 都應該 比全港一半厲害的 即是當年的會考生 因為最最後那條 最深的了 即不是說 未必一定是最深的 即是最煩的 好 那你有半徑 半徑是5 那有這五座標 怎樣可以做呢 通常那些學校的做法呢 就是呢 叫你用那一般式 代回來這條式的 即是代用HK和R 那HK呢 其實就是個原心來的 原心 那H呢 就是4 K呢 就5 那R呢 也是5 那呢 其實呢 就用這條式 接著就叫你 代入去 那叫你剪開去 那但是這個剪開了去 即是未必 每個人都做到的 其實 因為呢 你都涉及多少運算啊 那但是呢 其實都不難做的 如果我做一次給你看 這個8x 這個加16 y2次減10y 加25 等於25 那兩邊弱了 其實x2次加y2次 減8x減10y 加16對0 那就是個答案 那就是個A 那就是個A 那 但是這條片呢 我的重點呢 特地抽這條呢 就不是想教這個 那麼傳統的方法 我想大家知道呢 譬如有這兩點 和有個半徑 怎樣可以呢 直接出個一般式 OK 那就是怎樣呢 你要知道呢 原來呢 DEF呢 是和那個HKR呢 是有關係的 有關係的 那 書呢 就是這樣的 那 H呢 就是負D OVERE 那你也可以寫 你也可以寫 D除負2 其實是一樣的 隨便一個 OK 那 K呢 就是負E OVERE 那你也可以寫 E OVER負2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 遲些 如果有時間再跟你說 那 而那個 F和R呢 會怎樣呢 R呢 其實呢 就是H二次加K二次 減F 開方 那 即是換言之呢 你有這樣的關係了 那 但是 你怎樣可以幫自己做數 做快一點呢 就是 你把這個呢 調過去 因此 負2H 就是D 那我們記呢 就是記D 就是負2H OK 那 同樣道理 你負2調過去 E呢 就等於 負2K 而 R呢 就是什麼呢 那 這裡開方 這裡二次 那就是R二次 F 應該是寫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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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二次了 那這兩個的調位 那就是F呢 H二次加K二次 減R二次 那其實呢 我就是想大家呢 記這三條色的 1 2 3 那 方便呢 你做那個 一般色出來 Drenal Form 那如果剛才那條題目呢 你記得呢 H是 原心呢 是4 那K呢 就是5 那R呢 也是5 那換言之 你可以得到呢 D 就是負2乘4 那就是負8 3 就是負2乘5 就是負10 而F呢 就是4的二次加5的二次 減5的二次 那就是16 那你最後來呢 你又寫回 哦 原來呢 方程呢 是這樣 Dx加Ey 加F 對0 那你又代回這三個數 下去 減8x 減10y 加16 對0 那你就可以立刻做到一個答案 這個就是 我想你們 懂得用這個方法 而這三條色呢 其實呢 書都沒有特別強調是用這個方法的 我知道有很多老師呢 都不會教這個方法給學生的 不過我就 覺得這裏都是一個重點來的 因為你要這樣 由這裏爆開去呢 就是當然 我覺得容易做錯數啦 就是有些人 爆這裏說 你這裏爆3個 這裏爆3個 這裏6個 爆爆一下呢 你會很長的嘛 即寫完出來的時候很長 那就會寫錯了 好容易 OK 希望呢 大家 用我這個方法 寄一寄這些公式 OK 那